Hey you! Hey Blueface! 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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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潮人注意! 我是天狼星! 我的頻道主要在講文字文學藝術生活 而今天我們輪到了藝術的主題 要告訴你去看高美館最新特展 黑河 飛幻魚型 湯尼奧斯勒之前 一定要知道的五個小知識 湯尼奧斯勒 Black Box 是高美館2021年推出的國際大展 也是湯尼奧斯勒這個藝術家 在亞洲首次的大型各展 更是他藝術生涯中最完整的一次回顧展 說白話就是你去國外還不一定能看得到的展覽 還不看到 好 高修美術館一直以來都是我在國內最喜歡的展覽空間 近年來推出的大展都是當代主義或是超限制主義的國際特展 例如13年的瘋狂打理 14年的曼蕾 15年的身體行為藝術 18年泰德美術館典藏大展 19年的太陽與東南亞當代藝術特展等等 不曉得地球人們有跟上哪些特展呢? 而這幾年在館長李玉林的帶領下 高美館逐步從空間改造、展規模、館員專業進行調整 去年20年高美館還耗時7個月大轉修 為的就是要將高美館的品牌重新定位 讓大家對高美館的影響不再只是草地音樂節 或是野餐的好取處 而強勢回歸的高美館就在今年推出的國際大展 就是Toni Osler的各展 展覽主題叫做 黑河 幻媚於行 No.2 當你想要去逛展的時候 你一定想要找朋友一起去 但是如何讓你的朋友 瞄解Toni的藝術風格呢? 就丟我的影片給他 請大家回想一下 小時候看過的 GoGo Power Major 裡面的宙斯 蛤? 哭入年紀了嗎? 沒關係 還有一個就是前幾年很紅的 會講話的那顆柳釘 The Annoyed Orange Hey Hey Apple No I'm Pineapple from Taiwan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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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提到的兩個例子 都不是Toni的作品 但是Toni的作品有絕大部分都像這樣子 將人的五官投射在其它物體上面 我們稱之為陸像雕塑 是陸像藝術一種表現形式喔 None None 最近陸變藝術是什麼東西呢? 陸像藝術你一定有看過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例如今年來公共藝術最喜歡的光雕展 就是其中一種表現形式 你現在正在看的 YouTube 也是一種 紀錄片、實驗電影 甚至是 Brad Pitt 在 Fight Club 裡面 把 A 片剪進去電影裡頭 都算是一種錄像藝術哦 總之錄像藝術的表現方式相當的多運廣泛 基本上只要是把影像錄下來 經過藝術的轉換後再投放出去 我們都可以說這是一種錄像藝術 就拿抖音來說 無論你甚至正在拍抖音或是忍不住每天刷一下抖音 都參與了一個大型的錄像藝術創作哦 No.4 Tony Osler是誰?他很大咖嗎? Tony出生於1957年剛好是電視工業迅速發展一飛充電的階段 可以說他就是第一代的電視兒童看著電視長大的 1979年 Tony在美國加州藝術學院完成了學業 這所學院堪稱是世界頂尖的藝術學院 你知道他的創辦人是誰嗎? 就是華特迪士尼 加州藝術學院是美國第一家同事 提供視覺和表演藝術學位的高等學府 在這樣的成長與學術背景下 陸下藝術成為Tony最擅長也最具代表性的藝術表現形式 而Tony這個人就是一個人生勝利組啊 他22歲畢業 25歲就被邀請去了雪梨雙棉展 27歲時就在美國最重要的實驗空間 The Kitchen舉辦了個展 同一年還去了威尼斯雙棉展 28歲再去了聖保羅雙棉展 也就是他30歲以前是達到了藝術成就的最高峰 藝術界大滿貫都被他給拿走了 太痛到張了啦 這根本就是開外掛啊 他在藝術界裡面不僅是個大咖 實際上他也跟許多大咖合作過 有沒有聽過英國搖滾樂的傳奇人物 人稱搖滾變色龍的大衛鮑衣 David Bowie 的一首MV Where Are We Now 就是Tony 指導的哦 另外在David Bowie 50歲的演唱會上面 Tony 的作品還加入了 Scary Monster 的舞台演出 可以看到 David Bowie 直接把我們藝術大師 Tony 的作品放在地上踩 好幾百萬就在他腳下了 沒有啦 這是舞台效果而已 No.5 Tony Oslo 的作品要傳達給大家什麼樣的訊息呢 就如同我剛才說的 Tony 20 多歲的時候出道 今年已經 64 歲了 他的重要性就在於他的創作 是隨著科技媒體的進步 而不斷尋求創新突破的 所以在這次的專長裡面 我覺得你除了看那些投射出來的影像之外 你可以注意一下他用到的是什麼樣的器材哦 簡單來說 他的藝術作品一字排開來的話 簡直就是一部 那他的創作母題就是不斷的在尋找 科技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可能性 但是人們如何知道這世界上發生什麼事呢 從以前讀報紙到看電視 再到網路媒體社群發達 有時候還會滑到假新聞 紀錄旅遊的方式呢 從以前買明信片 然後變成拍照攝影 再到現在出去玩就是為了打卡 再來都顯示了媒體科技的進步 影響了我們對世界的認知與行動 同時 人類社群也透過了媒體被串聯起來 形成地球花浪潮下的地球村 但對於個人而言呢 我們卻因為科技的關係 開始無法辨別虛幻與真實 人跟人之間出現了所謂的科技冷漠 我們每天都忙著看一堆訊息跟影音 但卻沒有時間可以靜下來好好觀察 或理解一件事情 甚至是認識一個人 而我們也因為科技的關係 監控無所不在 個人的隱私和個資 可能在某個你不知道的地方 變成公開的秘密 以前要證明一個人的存在 我們靠的是文字 影像的記錄 但到了現當代 每個人的存在變成了一堆雲端數據 一般人想到藝術呢 都認為這是一種 好像很陌生 很有距離感 那其實呢 藝術的本質就是生活 Tony的創作呢 都是來自於對生活的觀察 取材於時事 他以劇場的形式 用犀利劇荒謬劇的方式 表達他對時代的看法與批評 所以當你站在他的作品裡面的時候呢 帶給你的是一個沉浸式的感官劇場 你會被那些影像 或是人臉吸引 看見他們的表情 也會聽到他們喃喃自語 當你被圍繞在其中的時候呢 仿佛站在那邊的你 也是作品的一部分 當然啦 你也可以有不同的見解啊 Tony說這是從電子機得到的靈感 What? 我覺得這就是變形蟲啊 卡夫卡變形蟲 大概就是長這樣吧 藝術最棒的地方呢 就在於他沒有標準答案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就算看不懂的話 你可以用你的想像力在裡面錄分 Tony的藝術作品 以怪誕鬼絕呈現人性陰暗面的 藝術特色讀書一格 這就得提到他的童年了 他有一個很喜歡去看法會的阿走 還有一個迷戀超自然現象的小說加工 如果你沒有冠展的話 在看完高深莫測這個5D劇場之後呢 可以在後面一個小房間裡面 看到他的家族各種神秘收藏哦 你走進展場裡面的那一瞬間 可能會想 哇 自己親戶裡面也太ㄎㄧㄥ了吧 那你知道怎麼看這一次 這麼ㄎㄧㄥ的展覽嗎 比他ㄎㄧㄥ就可以了 第三排不好嗎 我覺得第三台比較好看啊 第五台廣告快結束了 快切回去快切回去 啊不然都不要看好了啦 都切掉切掉 以上就是Tony Osler 黑河昏昧雨型的介紹 他的展情呢 是從今年1月23號 展到5月16號 在高雄美術館裡面 這次特展很特別 除了全票之外 還有一個選項是無限回訪票 就是你可以用399的價錢 無限次回訪 個人強烈建議呀 如果你是一個很常在高雄活動的人 建議你一定要買無限回訪票 為什麼呢 因為你絕對沒有辦法 在一個上午 或一個下午的時間 把所有作品完整看完 石油之子18分鐘 最重要的5D電影高深莫測 一個半小時 我在裡面看了其中一部 或是在講精神病院的影片 看了30分鐘 都還沒有要完結的意思 更不用說他所有頭像 在你以為他要重複播放的時候 欸 明明又不一樣了 所以如果你罐長 有那種從頭到尾 完整看完的強迫症的話 建議你分次看展 無限回訪 會比較輕鬆一點哦 然後這次的展覽呢 沒有語音導覽 但是有出像這樣子的 導覽手冊可以夾構 不過我覺得 如果你只是來看熱鬧的話 一定一定要拿這份免費的 7到12歲的展覽學習單 因為你們比較看得懂 那目前這個特展呢 沒有聽說會移展到其他縣市展出的消息 不過在台北 有特別加開了一個小型的串連展 Tony Oslo 學的記憶 在台信銀行監控總部日籠 展期是到4月16號 資訊我會放在影片壽命欄裡面 反正那也讓每至7月過後才會來南部啦 我們先把Tony Oslo 特展追起來 有興趣的地球人們不要錯過囉 就這樣 訂閱我的頻道 連說IG喜歡就分享 我是天狼心 我們下次見 哈囉 Its Gumi 拿肥爾 拿肥爾小朋友 Oi Would you please move your ass 你先離開啦 你擋住我的鳳梨了啦 Yeah You hear that That's my fault Come on Don't be jealous You bad Bad kitty